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上的是康轩六上的第三课 我说话也要听看听 在上课之前呢 麻烦把你所需要的文具 还有国语课本准备好哦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着小园丁一起去上课了 那在今天的课程上面呢 老师呢会比较着重于在于课文的讲解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上课了 好在上课之前呢 老师要先问一下你们 请你们先把课文呢阅读过一次 看完课文之后呢 请你想一想 你觉得这一课它是什么文体呢 没有错 这一课呢它是属于议论文 我们在五年级的时候呢 曾经学过哎什么叫做议论文呢 对议论文呢就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并用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课当中的一些深难词 好了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怎样 哎这是课文的第一段 在第一段当中呢 它的深难词比较没有深难词 那我们就直接看到第二段 在第二段当中呢 有几个词呢 老师要请你们稍加注意一下 第一个或从口出 好了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俗话说 病从口入 入入或从口出 好那怎样 病从口入是什么意思 细菌呢 我们会生病的都是怎样 把细菌吃到 从嘴巴里头吃进去 那或从口出呢 或从口出呢 就是怎样 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会有祸害 都是因为自己说话不谨慎而引起的 好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滔滔不绝 请你仔细看哦 这个滔是什么布 这个滔是水布 就是什么浪滔 浪滔怎样 连续不绝的样子 而来这边呢 是比喻一个什么东西 说话不间断 连续不间断的意思 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的大吹大累 好那这边的吹跟累呢 本身这个吹不是吹牛的意思 是吹喇叭的意思 那这个累呢 是打鼓的意思 大声的吹喇叭和打鼓 就是比喻呢 他们的行径 而且呢 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也就是用来比喻呢 一个人的言辞夸张 没有根据 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咯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课文的第三段 这个第三段当中呢 有一个语词 老师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一下 众目睽睽 请你看一下 这边都是什么 对这边都是目睽 好了那这个众目睽睽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众目睽睽的意思呢 就是怎样 就是呢 大家都睁大眼睛看 好了 那这边还有两个注意 请你注意哦 是举诀 举是三声举哦 再来我们看一下课文的第四段 好了 在课文的第四段当中 有一个词呢 是恶然 这个字念恶 你会觉得老师 这个词呢 在生活当中比较不常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从前面的文章呢 来推敲他的意思 前面的文章呢 是不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官员呢 他看 他没有看过灵脚 他呢 不知道灵脚呢 要怎样 要剥壳吃 他却连壳呢 把它放进口中 怎样 咀嚼 他这样的行情呢 让当场的人 看到到了怎样 吓了一大跳 所以这边恶然的意思就是怎样 对 恶然的意思就是 惊吓发呆的意思 好了 那在第五段当中 还有一个 也知道自己已经出丑了 好了 那出丑是什么意思 不是把自己呢 怎样 不是呢 把自己丑陋的一面露出来 是指 对 意思也是丢脸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咯 我们再看一下 在课文的第六段 在课文的第七段当中 还有一个几个语词 老师需要请你们注意一下 结石 雷雷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石 这个结石呢 就是指呢 植物结成果实或种子 那这个雷雷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雷雷呢 是指凡多累积的样子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往下看啦 第八段 课文的第九段 好 再接下来 在课文的十 十一 十二段的时候 这个地方 老师又有一个语词 请你们注意一下咯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是什么意思呢 胡言乱语呢 就是胡说八道 乱语就是乱七八糟 随便乱说话 所以呢 这边的意思呢 就是胡说八道 那在第十三段的当中呢 还有一个语词 老师要请你们注意哦 金玉良言 良是好的意思 那以前金跟玉呢 都是以前非常非常珍贵的话 就是比喻很珍贵的话 那什么人会在 小北跟你讲很珍贵的话呢 通常就是指呢 非常珍贵的劝告和教会 因为一般人呢 都只会说怎样 一些冠冕贪荒的好话 反而这些劝告跟教会呢 反而是 感觉起来是会更令人家 怎样觉得珍贵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课文 我们有讲过这一课 它是属于什么文 对 这一课它是属于议论文 那我们以前有讲过 诶议论文有哪三个东西 论点 论证 跟结论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课的论点在哪里 这课的论点呢 在它的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候 它是不是 什么叫做论点 就是很明确告诉我们 它的观点 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时候 它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告诉我们 它的观点是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说啦 说话是一门大学问 如何说的好 说的让人幸福 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后面的时候呢 它又引用了谁讲的话 来怎样验证它的观点呢 对的 它又引用了谁 胡适说的话 有几份证据 说几份话 是不是来验证说 说话怎样 不是随便乱说的 好 它怎样 引用了一句加句 到后面的时候呢 它又怎样 懂得应退进退的人 说话之前都会怎样 停 看 听 到后面这边呢 就都是怎样 它再次重申 它的观点 它的观点是什么呢 对 说话是一门大学问 怎样 要说的好 说的巧 但是不可以随便乱说话 好啦 那在第一段跟第二段 一开始呢 就很明确的 告诉我们 它的观点是什么 它的论点是什么 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咯 在第二段的时候 它是不是引用了一个例子 来验证它的看法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称为什么 对 我们称为论序 好了 那论序事实上呢 它也是一个例子 那例子的话 一定会是一个什么东西 会是一个故事 那一个故事的话 就一定会有什么东西 开始 经过 和 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故事的开始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官员呢 他怎样 从来没吃过 没有吃过 领角 但是他却呢 但是他却呢 没有开口问人家 反而自己呢 连壳都把它吃了起来 这个是怎样 这个是故事的开始 再来咧 故事的经过咧 经过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 哇 他这样的行为 实在怎样 令人家非常非常的恶然 然后呢 人家跟他说呢 领角呢 是长在怎样 长在水里头的 但是呢 他却说他们家的 他们家乡的领角 是长在什么东西 是长在山坡上的 好 来 这是怎样 故事的经过 好了 他就跟人家打赌啦 打赌了 结果呢 人家就真的带到他 带他去池塘旁边 这 带到他到池塘旁边看 领角呢 是真的长在水中 但到这时候 官员呢 仍然觉得说 哎 我们家的家乡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 我们家乡的领角呢 是长在树上的 这是故事的什么东西 对 这是故事的结果 但是呢 你看一下哦 在论据当中呢 他告诉 他用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 那你要如何写好 一个好的论据呢 你要有开始 经过跟结果之外 你还要告诉我们 从这一个故 这个故事当中 他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的小结 就是这个故事呢 你读了这个故事之后 他呢 怎样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而这个启示呢 跟你的题目 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 那这一个 这个官员是不是怎样 他明明知道自己有错 却还不肯认错 这样的 这个就是怎样 反而一味的呢 跟别人争辩到底 这就是故事的这一个小结论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你的结论 你的总结 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他的总结呢 分为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呢 第一个 他呢 提出了 你要如何说好话的方法 再来呢 最后呢 他告诉我们呢 这个整个的 他的结论 也就是再重申一次 他的观点 一样的 老师也做成了一张表格 帮助你呢 更了解这个课文 我们有讲过 议论文的三个要素 议论文是哪三个要素呢 论点 论据 跟总结 那样子呢 自然段呢 总共有几段 自然段呢 总共有13段 好了 在13段里头呢 我如何去划分 这三个大 这个三个大段呢 老师呢 第一段跟第二段呢 是不是怎样 是不是他的论点 是不是怎样 就是他的主张 作者的主张 那作者主张什么呢 在这边的段落 大一呢 这一段里头呢 他告诉我们呢 我们应该要懂得 进退的人 说话之前都会 听 看 听 拿捏说话的分寸 第二个呢 他是不是举出了 一个例子 去论证他的观点 是不是讲 从第三段到 第十一段当中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从前有一个官员呢 他爱面子 不认错呢 最后呢 他去绕 最后呢 却造成了一个 小话 而且呢 他举出的这个例子 跟我们以前 学过的都不一样哦 他举出的是 一个什么例子 对 他举出的是 一个法例 好了 那总结呢 是不是在 最后的两段 第十二段 跟第十三段的地方 对不对 好 那样子呢 在第十二段 跟第十三段 他是不是有告诉我们 我们要如何 说好话的方法 和最后呢 他再次重申 他的观点 也是呢 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场所 场所呢 你说话都要 听 看 听 你对于自己 说话的内容 和措辞 还有知识 和表情呢 都要符合 当时的情境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刚刚呢 老师呢 也有没 刚刚老师呢 有用 透过呢 透过文章呢 一一呢 解释呢 你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 这三个大要素之外 这个三个大要素呢 你里面呢 还有一些些 小小的要素 像呢 在第一段的论点当中 他是不是怎样 他先提出 他的主张 再呢 引用加剧 让他的文章 更具有说服力 最后呢 他再次强调 他的观点 那在第二个呢 第二大段的论据当中呢 他怎样 他提出了一个例子 而他呢 是不是 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 一个故事 那那个故事当中呢 有包含什么东西呢 有开始 经过 和结果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要再写一个小节 你要告诉我们 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 这个启示呢 是要害你的观点 有所关系的 那最后呢 在这总结的地方呢 他怎样 他有提出 你要如何做 和他的一个结论 好了 那如果说呢 你在 如果下次 你在遇到议论文的时候呢 请你呢 把这些 你要记得 一篇好的议论文呢 要写出 这三个东西之外呢 还有这些 这些写作的小要素 如果你可以注意到的话 那就可以写出了 一篇 合格的议论文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老师呢 又准备了三道问题 要考考你们呢 第一个 请问课文中 提到呢 将领角呢 联合吃下的官员 他是一位怎样的人 请你从课文当中 找出吃迟的理由 好啦 那老师先分享 老师的答案哦 他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官员呢 虽得知呢 领角需要去壳 但他还是不肯承认 自己的错 甚至于呢 还说呢 领角去壳 吃了之后是怎样 清热退火的方法 而且呢 更怪的一件事情 人家一直跟他说 领角是长在水里的 他还一直怎样 坚称自己 怎样 领角是长在树上的 所以呢 老师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固执己见的人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读完了这一课之后呢 你觉得我们说话 应该如何 停看听呢 请你从课文当中 找到两个妥善的方法 那样子呢 好 那老师一样的 先分享我的答案哦 第一个呢 在表达之前呢 我可以先静下来 看场合 想清楚 有几分把握 说几句话 就像课文当中 所提到的 胡适说的什么东西 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好 再来第二个 该说的才说 不该说的 则不要说 对于说话的内容 错词 姿势和表情 你都应该要符合 当时的情境 千千万万 不可以怎样 胡言乱语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个道问题 在第三道问题当中 这篇文章呢 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呢 对的 这篇文章呢 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说话的重要 因为呢 两眼一句 三冬暖 恶语 伤人 六月寒 是什么意思呢 凉 就是好 一句好的话呢 会令人家觉得 冬天已经很寒 很寒冷 而且三个冬天呢 却令你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温暖 为什么 这是因为一句的好话 那再来呢 恶语 伤人 六月寒 六月明明就是 很热的夏天 但是呢 因为恶语 一句不好的话 你会 却会令人家觉得呢 酷热的夏天 却无比的寒冷 所以可见怎样 说话的重要性 好了 那这呢 也希望老师呢 今天的课程呢 对于 让你对于第三课课文呢 有所了解 也让你对于呢 议论文 你要如何写好一篇议论文呢 有一个粗略 更 更粗略的 更好的概念了 好了 那现在恭喜你呢 完成了小园丁的第三课 第一讲 好了 那我们就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